第三點大紀元結尾 特別在中間社區來開辦家保究竟的課程 讓社區來的學生 他就奉集家庭保力的主題來拔一次去 讓學生了解什麼是家庭保力 也來核實怎麼便救到拔去 不然學生當地的進行逃一百萬 大家是這幾台勝高點 會當警察演出 也大家全團地不到 你要拉著他的手指尖痛不痛 姐姐很痛不痛 哈欣熊東認真的白恩 表情不能太動心動 也非常認真努力 雖然對國修理念哈欣來說 比較沒辦法馬上就知道要怎麼演出 不過在老師的記者之下 哈欣是一次過一次越演越精彩 目前我們這個家暴行動劇 已經到我們今天開始是要走位 就是說要自己知道說他的位置在哪邊 目前的表現還不錯 因為有一些小朋友你看起來 就是只有他並不是六年級 原以為說可能要六年級才能完成 那沒想到我們的角色 角色是自由來任養的 那結果反而這個比較小的小朋友 他們自己就是任養說 我要當姐姐我要當弟弟 然後沒想到說在套戲的時候 他們講得還不錯 而且很到位還比六年級放得開 這是第三項大紀元各位 特別在中間社區開放的家庭暴力 古典庫庭 這次是在給哈欣了解什麼是家庭暴力 並且完成研究以後的第一次開演 哈欣不但非常認真準備 馬祝福建家庭暴力 要來來控制家庭暴力 我們這次要演《犯家庭暴力》 因為要讓更多人知道不要發生家庭暴力 我在家暴劇場是演媽媽的角色 原本對家暴不認識 後來來了才知道 我在家暴劇場裡面演的是孫子 我當初自己舉手說要演這個角色 要就是如果遇到家庭暴力的時候 可以打意義上 希望在這次的表演中 可以讓大家知道要反暴力 剛才的家庭暴力固定的庫庭 讓哈欣來擔領 公寺家庭暴力的選項 比賽還是演出 訓練主席 休息地記得老師 以及哈欣的努力之下 成果一定會非常精彩 接下來就算參謀報道